MING PAO 你打瓶打人嗎 打瓶這樣吧,不想抄襲嗎 脫下手套吧 其實大家有時都會看到一些片段 就是冰球員打架 這是因為一些國際聯賽 為了增加娛樂性而加進去 但在香港的所有比賽 以及一些國際賽事 如果有球員打架的話 其實會立即被球證驅逐離場 甚至會有停賽的處分 雖然冰球的比賽不能打架 但身體接觸則在所難免 有些比賽會容許冰球員撞開對手 令對手失去控球權 但如果有些蓄意的動作 令對手受傷 例如勾跌或擊跌的話 都會構成犯規 犯規的球員就會被送入一個位置 那個位置就叫Penalty Box 希望大家看完以上的冰球介紹 都會對冰球這個運動 有更多的了解 記住看冰上火花 很尷尬